那個他騙電腦很好 他說喔你小妹妹喔 你要用手機對不對 我說對 他就是手機便宜賣你好了 他就是還自己自殺家 所以我就少被騙了一些 嗨你好我是子胖子 嗨大家好我是海大爸 現在 今天就是因為我們要延續 之前我們是有拍一支Shopee 因為剛好看到有一位網友 他有留言 超大的提文 其實就很常見 只是你把他場景換到Shopee 以前是什麼 Yahoo 露天 他就設一個假帳號 叫你都把你的錢匯過來 然後收了錢之後 我東西不出去 然後人不見 這就是標準的嘛 就詐欺嘛 只是他現在把場景搬到Shopee去 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報警啊 報警 對 這樣嗎 嘿嘿嘿 要報警沒有用 嗯 就是警察局 報警處理 其實我們跟你講 有一個更換的方式 打165 把他在帳號扣 對不對 通常而言 你過了大概幾個小時之後 那就拜拜了 如果提高會不會產生訴訟費用 如果有的話 可以請求賣方賠償訴訟費用嗎 基本上我們分兩個程式 第一個程式 是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 沒有要繳任何的裁判費 就是你去檢察局報警 他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那個我要繳多少錢 你才會受理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 去報警就OK了 打165也是 只有民事 就像說假設是刑事啊 刑事走到了檢察官 檢察官起訴了之後 就提刑事負擔民事訴訟就好啦 第一次人 你沒有繳裁判費 然後他還是說 那如果他有一些什麼費用的話 可以跟這房子請求嗎 這看起來是什麼費用啦 講到民事 假設啦 我會過去的是1000塊 我如果是刑事負擔民事訴訟 既然沒有繳裁判費的問題的話 那我請求能夠填補的 就是我所受損害嘛 所以原則上是1000塊 因為我會講這個案例是因為 我覺得另外案例其實也很小 Money 懷德的案件 他說姑姑就是被騙了 原因是因為 他用他的名稱就說 他需要錢 那姑姑你可以借我一點錢嗎 然後姑姑打給他的時候 其實對方都沒有錢 但是有幾通 給問他 是有接的喔 有沒有看到打多夠的地方 是姑姑有接聽那個電話 然後他就覺得那就是 懷德本人沒有錯 然後所以他就真的去把這一筆錢 看起來好像是會了 35萬 然後 會給這個假的懷德 其實詐騙基本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處理方式 就是像剛剛那個律師講的 就是趕快轉過去 我跟你講 詐騙 他通常 最主要的詐騙方式就是 我一定要讓你 不停的跟我聯繫 我如果在詐騙你的當下 我還讓你可以跟其他人接觸 或去詢問其他人資訊 那我詐騙的成功機率就非常低 所以其實 不管以前我在法院工作 或者是之後 我跟冤警所接觸 其實他詐騙的特色就是 我一定要趕快 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 就要讓你把錢回過來 只要讓你盡量不要去接觸 外面其他的人 你一旦接觸到外面其他人的時候 我能夠詐騙的成功機率就降低了 他其實剛剛就顯示了 我在這個短時間之內 我就是要讓你趕快把錢回過來 然後通常遇到這種詐騙方式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 報警165 然後去凍結他的那個帳戶 通常其實那個Line 很有可能被人家盜用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其實都是一樣的 個人建議 你一定可以去打電話 到165去確認一下 至少他就是一個保障 只要不是本人出現在這邊 千萬都不要太詳細 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也有遇到 我小時候就是為了買一支手機 然後因為那個網購是他很便宜 低於其他手機的價格 嗯 那個詐騙機團人很好 他說 喔你小妹妹喔 你要用手機對不對 我說對 他的手機便宜賣你好了 他就是還自己自殺價 所以我就少被騙了一些 可是我想要講的是更後面的故事 其實你去凍結這些人的帳戶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根本就不是詐騙的那個 他有可能是人頭帳戶 但是也有可能他第三方詐騙這樣子 當你在把你的帳戶身份證跟印章交給別人的時候 其實我今天也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一個富人 然後他就是把他的帳戶賣出去 因為他可能缺錢嘛 可是你知道嗎 這樣接下來你就背負更大的債務 因為你的帳戶就被凍結了 這邊我可能要請一下爸跟我們分享一下 傳統就是賣帳戶的部分 賣帳戶的最常見就是 假設我申請了幾個帳戶 然後詐騙集團他就在網路上收購 或者是他有特殊的管道去收購這些 這是第一種類型 然後第二種類型有可能是 朋友跟你借 我們最常遇到的是 就是你好朋友跟你借帳戶 但是借一借之後呢 這個好朋友拿去提供給其他人使用 用了就沒有還 或者是直接拿去賣給詐騙集團 這個就非常的衰 然後我還看過那種更衰的一種 我當時人是男生 他女朋友跟他借帳戶 借一借之後 分手了那女生也沒有把賣帳戶還給他 他直接拿給詐騙集團用這樣子 他是過幾年之後有一天 收到警察局的通知 說你涉嫌殺棄案件 那這賣帳戶給人家用 但是錢被領還是被領走了 當然全部都被領走啦 然後再下一種的詐騙是 現在正夯的第三方詐騙 這個是真的是很難 就是他利用人 有些人他可能是一個 單純的心態 譬如像說假設 我想要騙你 假設你可能在前幾天 你有在網路上買東西 我就打電話給你 通知 欸那個韻菜 你在我們賣場都賣什麼 但是你不小心設定了什麼 都付了什麼錢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需要 你去操作設計 把那個分期付款 每期付多少錢 把它取消 韻菜有可能是信以為真 然後他就想說 好那我去把它做取消這樣子 或者是說 我這邊就想說 那我們這邊先把錢退給你 就像說他買的東西 價值是一千塊 但是呢 我騙他說 你那個多貴了 因為你那個設定錯 我導致你每期都要扣款 你現在已經多幾付了 假設是四千塊好了 就總共你付了五次 假設海苔 海苔他可能是賣帳戶的 譬如像說 第三方那邊 海苔他可能也是一個被害者 我這個騙人的 我就騙他說 你要退到我這邊這件事 所以我從這邊騙了兩萬塊 然後我傳遞一個訊息 跟他講說 我要退你四千塊 但是我不想退到兩萬塊 你能把錢還給我 所以他是照做 他就把錢貴到老闆的帳戶裡面 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方詐騙 老闆的帳戶就是我在使用 所以他轉過去我就把錢領走 所以被凍結反而是我的帳戶 對 那帳戶也會被凍結啦 但是我早就把他領走了 所以遇到其實 網路上真的有很多 拜拜中的那種詐騙方式 我以前小時候的經驗之後 我對於私下貴款這件事情 我還蠻介意 我寧願多付一點錢 給地上販 我也不願意私底下付款 因為你那個錢真的追不回來啦 其實我個人還是會建議啦 你選擇交易平台其實很重要 像你點出我期度是不建議 他提供的 本來都不是讓你來交易的嘛 所以他們有一個交易的機制 我所謂的有一個機制是 你這錢其實不是直接進到對方的帳戶 進到對方的帳戶 我們才會確認說 這算是一個某種程度的交易機制 就像Shopee 選擇一下平台 然後至少說 就是比較不會遇到這種問題 也希望說你可以順利的 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這畢竟 人不能真的找到這個人 都還是一個問號 就算被你找到 他也有可能是個受害者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交流啦 你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什麼情況 是以前我們可能有處理過 我們就可以分享給你 對 請在底下留言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OK小星 Doug,拜拜 拜拜